為第一人稱跑酷遊戲奠定基礎的經典遊戲 《景特務》最新續作《景特務關鍵催化》 在上週舉行了短暫的封閉測試 一改過去單純的過關模式 這一代變成了一個開放式的世界 在這個雪白的城市中 我們能夠利用各種帥氣的跑酷技巧 在大樓屋頂快速移動 隨意奔馳在城市中的各個角落 和一般開放式遊戲世界一樣 這裡也有許多的主線或是支線任務 等著我們去完成 特別的是 在這其中還有許多即時比賽 讓你和全世界的玩家比賽跑酷技巧 而且因為沒有固定的路線 玩家可以自由跑出最快的路徑 甚至還能夠規劃全新的比賽 讓其他人來挑戰呢 除此之外遊戲還加入了技能系統 透過升級 我們可以獲得技能點數來學習新的跑酷技巧 或是強化戰鬥能力打倒眼前的敵人 是的除了跑酷之外 本作的戰鬥也是一大亮點喔 雖然主角不能夠使用槍支 但卻多了許多肉搏技巧 像是利用快速迴避來反擊敵人 或是飛簷走壁跳下飛踢敵人 攻擊手段有數十種之多呢 進特務關鍵催化即將在6月7號推出 準備好和其他玩家們比一比誰才是真正的跑酷達人了嗎 運作冇 著問題 感谢观看